姿態當然是有所調整 但是中美之間的周旋 競爭 鬥爭 還有一種爾虞我詐 不會停止的一天 一直到分出勝負為止 首先看一下 雷門多德的講話裡面 充滿了選舉 也充滿了矛盾 他說我們永遠不會 跟中國大陸脫鉤 那是因為你脫不了鉤 他曾經努力的要脫鉤 他們努力的要遠離中國 這個是哈佛大學教授 他們在接受 全球的央行會議的時候 接到了委託報告 他說美國確實 這個團隊努力的 要跟中國大陸 要遠離中國 要跟中國脫鉤 但是因為脫不了鉤 既然脫不了鉤才會說 我們永遠不跟中國脫鉤 那是因為你脫不了 不要以為這句話是好話 這是破於現實的無奈 這是第一句話 他說我們絕對不會阻礙 中國的經濟發展 這是鬼話 因為你明明白白 就是在阻礙中國的經濟發展 不然的話你怎麼會逼迫日本 荷蘭 因為荷蘭說我想賣 我要賣 是你逼迫荷蘭說 你不准賣 對 是你逼迫的 那你怎麼可以逼迫別人的國家 別人的公司 只是因為它裡面有一部分 是你的技術 你就說你不准把光刻機 把極紫光的都賣給中國大陸 所以他們就是怕中國會 拿到了這個設備的時候 那也就是你要阻礙中國的經濟發展 對 所以這個叫做鬼話 然後另外一個帶有玄機的話 在國家安全方面 我們是覺得永遠不會妥協的 所以沒有討論的空間 沒有討論 沒有錯啊 贊成啊 中國也是如此 所以中國的加根者 也是基於國家安全 對 中國在9月1號開始 對於這個無人機的關鍵零組件 也是基於國家安全 未來中國大陸 這個對於 未來喔 中國大陸對於稀土 如果開始要經過審批 才能夠出口的話 也是基於國家安全 所以未來有越來越多的項目 也都是基於國家安全 所以中國不得不要審批出國 所以 所以反間諜法 也是基於國家安全 所以沒有任何妥協的空間 跟雷蒙多講的話 可以一模一樣啊 對 用在你身上可以 用在我身上也可以 那因此 你說國家安全是什麼 我也說國家安全是什麼 所以彼此之間 把這個定義界定清楚 如果兩個慢慢的 都一樣的 都是基於什麼樣的國家安全 定義很清楚 很具體化 那要有賴於工作小組的努力 所以工作小組 加把勁 努力 把國家安全的定義 定得清清楚楚 因為這次雷蒙多 他也附有另外一個使命 這個使命就是必須要鋪好一個路 這個路就是11月在舊金山 美國召開的APEC 這個會議 那拜登希望能夠跟習近平 能夠一對一的會面 那如果你要一對一的會面 對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你要拿出誠意來 對 那你要拿出什麼誠意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次的談判中 中國已經把他的意向講得很明白 美國比較走向點跟線 例如說他的點像美光 像英特爾你要取消 他很關心 這個是點 那線就是加根者 因為它牽涉到半導體的這些材料 還有軍工產業的材料 這條線 可是中國人比較考慮到是整個面 例如說中國的主張是 這個301報復法案 是不是應該整個取消 這是一整面 是 例如說歧視性的這個補貼 要不要取消 例如說技術的限制 你是不是都要取消 好 那我的判斷是 中國大陸會利用這個工作組 很短的時間內 就把這些清單整個推出來了 對 推出來以後 那美國一定會接到清單 對 雙方的工作組 司長級的 副部長級的 要開始會談了 那開始會談 當然最終 也要他們的部長 到他們的總統來決定 但是問題就在於 當這個工作啟動了以後 那彼此之間開始在交鋒 那大家就在看 你從到中國大陸訪問完 你回去以後 你的論調會不會改變 例如說你會不會又像過去一樣 又把去風險化掛在嘴巴裡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你對於中國大陸有沒有四處善意 如果大陸已經推出來了 你同意還是不同意 你如果同意 那習近平跟拜登見面的 又往前接近了 你如果不同意的話 又離開了 好那你講到出口這個管制 就是交流訊息 我再也不會說是 一下子悶聲一進悶棍 然後就打過來了 你就必須要先通知我 對啊 你要讓我有解釋的一個空間 解釋的機會 所以如果你要說 我對於你中國大陸 或是我美國出口什麼東西 到你大陸去 我要實施管制 我要先跟你打個招呼 這個就很重要 如果我沒有先跟你打個招呼 通常我們這邊會措手不及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機制的建立 其實有這個預警的一個效果 日本寧可編700億日幣 作為一個宣傳 或者是買通這些記者媒體人 或者是一些專欄作家 寫一些文章 來顛三島市 他寧可做這個事 他也不願意對日本的人民 對於整個人類 對太平洋周邊的國家的人民 做一些好事情 這點真的是我們很不諒解 也很不能接受的事情 我們也看到有很多人 違反科學的規律 說什麼 這個日本排出來的核污染水 比一般的我們飲用水更乾淨 而且更乾淨七倍 那如果是那麼乾淨的話 第一個我們一直在問 他就不需要排入大海西市嗎 第二個呢 那既然那麼乾淨的話 就日本就把它倒回去 他自己的湖泊使用 第三個 那你歐美的這些 有一些所謂的學者 學者專家像BBC 或者是像法蘭克福 有一些人寫了一些那些文章 那我們就主張 因為它總共只有130萬噸 而一個郵輪有三十幾萬噸 你就用六七艘郵輪 把它們載滿 然後送到北大西洋去排放 那既然你德國人 有一些科學家覺得很好 可是問題就是講到這裡的時候 除了美國以外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 站出來說我支持日本做這件事 包括德國的環境部的部長 他都說我不支持他這樣做 沒有一個即使連哈日哈到 好想吃蛋包飯的飲息 因為他都不敢站出來 說我支持日本排放和污染水 全世界只有美國一個國家 第二個 日本既然要告到WTO 我敢保證告不成 告不成 因為這是一個核污染的問題 是一個科學檢測的問題 是保護這個境內 這個中國大陸境內 是包括日本人 在中國大陸的日本人 包括台灣的民眾 包括所有的全世界 在中國大陸的民眾 他們的健康安全受到保護 那坦白說日本人跑到WTO告 絕對告不成這第二 第三個你如果說要到上訴法院 對不起那你要請美國 趕快把他缺額的 上訴法院的法官派進去 目前來講美國就是因為 技術上刁難 讓你上訴法院通過不了 因此任何告美國的 都最後都成不了案 就是因為美國人不讓上訴法院 能夠正常運作 因為不然美國人會被告翻了 所以日本你也別想告 你告不成 不要裝的欺騙你的人民 韓國政府怎麼會聽不到 就是韓國的這些 中小學生的家長 他們的憂慮 他們的擔心 還有這些漁市啊 漁店啊 還有這些漁民他們的苦 怎麼都聽不見呢 只是為了要滿足美國 要韓國說你要硬挺 這個安全的英雄 你就把自己的人民的健康都出賣了 難怪這個剛剛亮亮有講的 韓國的最大的在野黨 的黨魁說你就是日本的 就是韓國人的叛途 日本的走狗 日本的走狗 你看這個話講得這麼的重 你韓國的總統就是日本人的走狗 這話講得夠重了嘛 對他總共這一次要排掉7800噸 對 然後到目前為止已經排掉1500多噸 對 然後他總共用17天排第一波 那各位想一想 現在危害還沒那麼大 所以中國大陸把這個全面禁止拉高了 那就是勸日本 也提醒日本 也給日本施壓 說你停止吧 對 你停了 那中國大陸這邊 因為他是暫時解禁 暫時禁止 禁止 那到時候你停了 我們確定了 我們就又開了嘛 那這個問題就不大了 對 可是問題就在於 現在日本的政府他在觀望 因為他看了美國還是在挺他 可是如果有一天 美國頂不住了 美國鬆動了 那保證暗庭文雄 馬上就宣布不再排了 保證 所以其實日本只在乎 美國人的態度而已 我覺得當然要利用這一次 也要跟英國的外交部部長 好好的來談一談 觀眾朋友 您假如有去過大陸博物館 您從博物館離開的時候 你內心絕對非常痛苦 我也是在法國讀書的時候 進入到去英國去 在那邊住了一段時間 然後進去他們的英國的大陸博物館 看到我們中國人的文物 滿滿都是 而且都是真品 都是八國聯軍 剛剛雖然已經講得很清楚 搶過去的 不是合法手段 全部都是非法手段 裡面有好多好多寶物 其實英國應該要無償的 全部都歸還 坦白說這一定要做的事 這中國強大以後 一定要向英國人討回來 這是一定要做的事 而且要向所有的歐洲的博物館 歐洲的國家 還有歐洲的私人的收藏 非法收藏的 全部都討回來 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 第二個呢 我覺得英國的外向 他們其實走投無路了 因為英國的政府 他們在上一屆的政府 就是工黨的時候 跟中國大陸建立起黃金十年 那彼此之間的合作 其實讓英國走得很好 現在的英國的經濟一塌糊塗 在這個整個歐洲中 是屬於跟德國一樣 最爛的兩個國家之一 德國也一塌糊塗 現在英國更是一塌糊塗 走投無路了 美國也幫不了 所以是來求中國的 來求 來求中國幫忙的 但是因為日本 英國人的那個臉還要 還要顧 還要裝得那個紳士的那個 已經是一個沒落的 沒落的那些資本家了 其實已經不是一個咖了 還要撐個面子 但是我覺得他到中國來 其實就是在尋求一個 能不能夠 回到過去的那個關係 那就來談條件 中國大陸就跟他開條件 說那你還 然後呢 還是沒有條件的 對 還是無償的 沒有條件的 但是中英關係要不要改變 那要看你英國人 能不能說得到做不到 你不要哪個政黨又來了 你又翻臉了 最近瑞士說有歸還 對 那是主動的 荷蘭也說要歸還 是 那我是覺得這一些國家 總算想通了 應該是整個歐洲的國家 美國的 只要是不合法的 只要是違法的 那麼甚至在黑市 盜賣盜買的 全部都要歸還 因為當時這個伊拉克還有埃及 都跟英國要求他們要還 對 因為他們也拿了很多英國人的 那個埃及人的東西 埃及的東西 埃及的文物 對 他們就用故意 埃及非常大 對 他們就故意用那個法律 來去拒絕還 但是無效 你只要給他足夠的壓力 他的法律還是要修 好 就是要逼他修法 逼他修法 修法 然後就是規劃 法可以立也可以修 沒有第二句話 英國內閣字 英國內閣字是很容易修法 也很容易廢掉 我覺得沙特很有眼見 對 因為中文一定會成為 國際的流行語言之一 會跟英文會評價齊 其實阿拉伯也是 也是聯合國語言 對 我覺得那個 因為我覺得中文會成為 國際的流行語言 那他跑不掉了 我覺得沙特他們走在前面 他們的王廚很有眼見 是啊 為沙特的未來規劃很大 其實您剛剛談到的 剛剛另外談到的 有關於原冷的問題 就是核電廠的問題 其實沙特本來他的策略 是希望改善跟以色列的關係 對 然後呢就用美國的技術 就蓋了核電廠 然後美國就因為沙特跟以色列 恢復正常的邦交了 所以他就能夠提煉龍所有 結果以色列還是不幹 美國也不幹 那沙特就只好死心了 就找中國大陸法國跟俄國幫忙 那中國大陸的價錢最好 因為中國有完全的自主知識產權 美國一點點都介入不了 對啊 所以除了沙特 阿聯酋 還有誰 我覺得未來海灣國家 卡達拉很多 越來越多的海灣國家 它一定會發展核電 而且我覺得 跟中國大陸合作的空間 會比一般的國家多大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有額外的防水 有額外的防水 會的 冒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